朋友们好 我是蜜芳 终于结束了 这点婚礼 因为我们俩离的也太远了 从订婚到举行婚礼 订婚那个时候就已经领了证了 是吧 对 先订了婚 然后隔两天就去领了证 然后婚礼一直没办 这把婚礼办完了 终于办完了 我老家那边办了 然后他老家这边也办了 就结束了 我们俩现在都是已婚人士了 无论是咱法律上还是民间上 都是已婚人士了 然后我们俩带他出来试试车 他其实会开车 但是只不过就是我这个车 他不熟 然后就不怎么开 现在我们往家里头地里走 就是报米地稻田地这边走了 视察一下我们俩的什么 我老公公老婆婆 给我们俩打下的江山 然后三天回门 昨天结婚一天 然后今天一天没啥事 明天就回门 我又回吉林了 又回吉林了 我真是太忙了 这边的地你看 全都是稻田地 这块稻边 就是这个地旁边都种两颗苞米 就不浪费 有地方就得种上 看这全都是稻田 马上就要收了 马上就要收地了 这边基本上都已经全收完了 苞米收完了 它这苞米地都传起来了 然后正常收完苞米就是收稻田了 但是收稻田我就落不着在家拍了 看看等着让我婆婆吧 让我婆婆拍点视频给大家伙看看 咱家稻田地是很很多 然后我一块路过稻田地 给大家拍一点 看看咱家稻田地 现在全都是金灿灿的 那个稻田都已经低头了 特别好看 还有我造的这两天 缺了一 看看 这一片苞米地都是我们家的 看看 然后后面还有稻田 好多 好玩的事朋友们 咱俩刚才不是上那个苞米地 上稻田地去看了看吗 然后我老公老婆婆 就没有跟着我俩 结果我俩在这村里转丢了 本地人也丢了 说哪条道 这是另一个村 你别买这 反正就是连在一片的这个村 想象村名不一样 但都连在一片 找不着了 太远了 同学家村一鹏家村 一鹏家在这边 对我来说都一样 但是我就忘了是一条直道 有小道转还是有小道转 然后我跟你讲 不是说我不认道 或者是怎么的 真的是长得一样一样的 他们这个村 他说离他们 他们家那村还5公里呢 哪是5公里屋里地吧 媳妇跟你讲 能走丢的人都是自信 你知道 走丢了 他自己都走丢了 这把不来 我不光是我走丢 我开个导航 我肯定过得去 他就是自信了 你看这个村 哪哪都一样 走哪都一样 反正是有胡同 一个一个小胡同 然后但是他胡同口 没有什么特点 就记不住 完了就 东南西北 要是一直走东面进 就能记着这条道 然后如果从西面进 就找不着了 真就找不着了 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梦劝了 安正林我俩 那个啥得在家 最起码 那眼上收地的这个季节了 应该去给家里收收地 但是明天我不回门嘛 结婚的这个事比较特殊 所以就唠不着各家收地 再一个就是 这边平原这个地收起来 跟那个山地不一样 我们山地就基本上80%以上 都是靠人工收了 然后他们这边就属于平原 都是机器手 好在不用太累了 收割的时候 心情可能也不一样 我觉得收割的时候 是最轻松的时候 对收割的时候 人家心情好啊 喜悦呀 而且收割的时候 全是一个收割机 人就开车 对 用不着人 对落后一点的 是旁边有个蒸袋的 然后正常现在大多数 都是有那个储量仓 直接装仓子里 你看看这大地 都是用机器手 不用人工手 所以我们俩走吧 也走得安心一点 都是储量仓 直接拉到地头 收地了 金灿灿的 看